另外再来看到说 中国大陆稳扎稳打在科研 在军事上等等的 那美国呢真的很紧张 因为呢看到中国大陆 造舰速度真的太强了 最近呢引发关注的是 福建舰这个细节又创记录了 央视他有宣称说 福建舰现在 那个达成的成就 就是怎么样呢 常规动力舰艇上 采用先进的电磁弹射 这件事情就已经创记录了 而且他说的排水量 越大 当然这个战力也会越强 会不会排水量超过8万吨以上 甚至来9万吨呢 因为央视提到这个观点了 就说呢 他其实说是常规动力上最强的 那常规动力之前都会拿 跟美国的小英级的航母来比 他就大概8.5万吨 那跟他对标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呢 可能甚至来到了9万 甚至10万吨以上 因为你看他的舰长 福建舰320米 甲板宽78米 你看这是福建 这是福特 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 他是10万吨的呢 所以会不会8万吨以上 甚至9万吨呢 都有可能啊 因为他公布的时候 他其实本来设计是8万多吨 9万吨 但是很明显的大家感觉 不太对 好像更大 怎么个体那么大 然后对而且呢发现说 他的本身的载重量好像更多 然后当他的个体更大 载重量更多的时候 那很多的观察家就觉得说 这么重已经将近10万吨了 也就是说最大也不够 就是10万吨11万吨嘛 这已经是人类间最大的航母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常规动力 中国大陆突破纪录 因为过去常规动力 没有人搞那么大的 你这么大的船 你要用常规动力把它推动 它动力怎么来的 对那动力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而且用电磁弹射 这个是在过去 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 唯有中国大陆目前做得到 那看起来跟我们的预估 有点接近哦 因为当央视报导说 可能要用电磁弹射了 那会不会在下一次的 海事的时候 可能会不会开始有走位的 这种模拟机开始要上舰了 然后是不是准备 要开始进行电磁弹射的 一个测试 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 也都是引领期盼 天哪 如果说下一次 第三次海事的时候 就是舰载机的话 那真的是全世界都惊呆 美国也吓傻了 天哪 我这么停 为什么第三次海事 就已经跟我那个舰载机上舰了 我们当然知道 中国大陆舰载机早就准备好了 从空井 600 还有殲-15 还有殲-35 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它真的上舰的话 美国真的紧张了 另外再来看到 因为它这次海事的时候 两次海事都会看到 它的水花 非常的漂亮 非常简洁 过弯 我们之前谈当过弯 最急速的转弯等等 半径又很小 那重点是 最近又发现说 它的过弯 有那种压水花的一个技术 压水花就会怎么样呢 消除尾流痕迹 降低了尾流 制导鱼雷的攻击 因为鱼雷的攻击 它基本上是 追着水流在走的 因为我想我们每一次 在讲到鱼雷的时候 都说鱼雷到底怎么攻击 那鱼雷有一种方式 是追着水流一直走 那现在航母为了避免 这个鱼雷的攻击 它会把自己的水花把它 把它压下来 那压下来的话 就是减少它的水流 然后避免让这个鱼雷去 侦测到 那如果鱼雷侦测不到的话 它就变成虾子一样 它没有一个引导了 不知道在哪 那它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那不知道在哪里 它就会乱跑 去找有没有水流的方向在走 这个也就是自我防卫的体系的一种 换言之也就是说 当然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 能够有这种防止 防鱼雷的这种导弹 可是如果你都没有 一旦都没有用完的时候 你怎么自保 那还是有一些看家本领的 因为这么重大的一个大区 一个大船 各位想它的动力系统 一旦被集成的话 或是被集坏 那它这个基本上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本身 科学家 设计者 工程师 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是多方面都在想的 对啊 所以福建建 它创了太多太多的记录了 尤其电池探射 还有它防止被攻击的这一块 都是如此 好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美国你的航母 想要围着大陆 廖老师已经说了 石骚来都不怕 尤其是中国大陆在发展东风导弹 这个你美国也拦不住 你如果俄罗斯的超高音速导弹 你怕的话 那中国大陆的话 你更怕了 尤其中国大陆最近有被发现说 商业卫星公布最新的卫星照片 发现在西部沙漠 你建的陆地航母呢 然后这个地方 就被中国大陆解放军炸个粉碎 这个打船大概75米 有能有脚的外形 明显就是美国两栖攻击舰 或者是航母 这次没有被攻击舰长的样子 但是最新的照片是这个 以及甲板被炸了一个大洞 那能够有这个威力 当然一定是类似 可能是引起21吗 因为这很厉害 它是沉波体 而且你根本就拦不动 一般来说 像俄罗斯他认为说 像湖赛组织所使用的 这些巡异导弹 或者是无人机 它对航母不会起很大作用 是 它打到以后就蹦一下子 因为太厚了 对太厚了 而且钢板它用的是特殊钢 所以它基本上不会起作用 但是当时俄罗斯认为说 什么样的武器可以把这个航母集成 他认为是战术性的低当量核武的 他用到核武这一材了 就是低当量的核武 是可以把这个航母炸毁 但是中国大陆的主张是不对 无核武的国家使用核武 那么只针对有核武的国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但是如果有核武 它没有第一时间使用核武 中国也不会使用核武 它是反击的 对那这个时候 那当然就是一种常规的一个战争 或是常规的军事的一个打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要用一般的常规弹头 那常规弹头又要把这个 这么厚的这个航母的甲板 因为航母的甲板它要承受高温 因为当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它喷射出来的热焰 温度是很高的 所以它要耐高温 而且它本身在降落的时候要耐撞 所以它的本身的耐撞力 耐高温还有抗压性 还有抗腐蚀性都要很强 那你想这么强硬的 这些钢板特殊钢的话 你怎么把它集成 把它集破 那就必须要用重力加速度的一种方式 而且要钻升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解放军已经证明 它可以把这些航母的这么大的一个钢板 都能打成 或者把它打破 那你想想看 对两栖攻击舰两栖登陆舰 那就更容易了 是小case 那尤其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怎样 看门这个看家本领 所以呢东风17 东风21东风26 到41到50 这个中国大陆很强很强 你美国呢可能也不敢 跟中国大陆真的来硬钢了 所以呢 广告回来请赖老师继续在来分析中美博弈 好我们都知道说 美国没有办法跟核武大国来进行开战 要管控分歧 所以呢他不敢跟俄罗斯开战 当然也不敢跟中国大陆正面开战 我们现在看到呢 美国为什么不敢跟俄罗斯开战呢 最近新任的俄罗斯的防长呢 也跟美国国安部长奥斯顶通了电话 这是呢奥斯顶想要找俄罗斯谈的 两国防长首次通话 美国强调呢要持续沟通真的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因为看起来战争在升级了 这个最主要是发生了 这个克里米亚事件 克里米亚因为乌克兰使用美国的ATACMS的这个武器 俄国已经不再容忍 那我们已经前面有讲 俄国有普丁的发言人有特别强调 他说不要忘了普丁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们会提供必要的武器给美国的敌人 这一句话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礼尚往来嘛 以牙还牙 你美国把这种精密的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而美国认为这么精密的武器能够使用 一定是高技术的 这种高技术没有美国的引导 没有美国的指挥 是绝对打不到这个克里米亚的地方 那天是打了五枚 俄罗斯成功拦截四枚 有一枚其实也算半拦截成功 把他的方向打偏了 那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空爆 所以他空爆以后因为是急速炸弹 所以那些炸弹就这样洒下来 像雨水一样这样洒下来 造成了很大面积百多人的伤亡 俄国人无法容忍 所以美国很担心 俄国把这些高超音速的导弹 提供给 例如说像朝鲜 古巴 或者是给珍珠党 给伊朗 或者是给伊拉克 叙利亚 或者是给胡塞组织 如果胡塞拿了这个武器 去攻打美国的航母 那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两国的防长 要开始通电话 管控风险 我想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他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 他必须要管控风险 可是电话通归通 但是对于俄国人来说 有仇是必报的 等我报完仇再说吧 那所以我相信 那么俄国一定会说我会报仇 然后你睁一眼闭一眼 如果你干涉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直接对你了 所以俄罗斯真的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所以你要威褶中俄真的是很难 中俄都有相置 都有各自的底气 尤其中国大陆发展 军武这一块 有的时候真的弯道超车 像是六代机这一块发展的很好 美国以前是看清中国大陆五代机 就没想到歼20出来了 就你F22自己自攻了 没有办法再量产了 好 那中国大陆六代机这一块 美国也很关注 最近Defense News就提到了 其实王矮峰他之前 也有提到六代机的战机 说中国大陆2035年会准备好 要保护海空的战机 他是其实是航空工业子公司的 总设计是王海峰 说到未来会有人无人的 这种战机 AI应用 提升隐身还有全方位的感测器 这就是六代机要研发的 美国这边有说 说中国大陆设计的方式 跟美国非常的相像 那更别说之前 中国大陆对他很了解的这一个专家 他就提到说 中国大陆的六代机已经立项了 而且要追求六代机这一块 中美其实不相上下 这之前曾经被看过的样子 但是这个美国国防大学的所长 马伟宁说现在吗 现在可以吗 不行啦 可能要20年后啦 20年后才可以 因为他提到的就是发动机的技术 都是中国大的罩门 我觉得美国的评估 有的时候会失准 因为中国有个政策 就是量产一代 然后预言 研发一代 然后预言一代 所以中国是 事实上是三代间在走的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 歼20已经是在量产了嘛 那量产呢 那当然就是 新的一代 事实上是预言 对 那也就是二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 已经在预言的那一代 现在已经进入 最后十年的阶段了嘛 那就是六代机了嘛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歼20 事实上是十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在 就已经开始在进入 这个立项开始在做了 对 但是严格上来讲 再往前推十几二十年前 到二十三十年前 其实就已经是预言了嘛 这个才是一个概念嘛 是啊 对不对 好 那当歼20在量产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可以估计 第六代机 应该在十年后 因为过去一代机是二十年 过去确实是如此 可是问题就在于 现代的科技 由于它的节奏速度太快 所以我们一代机的时间 从过去的二十年 现在缩短到十到十五年了 对 就不能够再用二十年的概念了 那也就是说 当歼20在量产的时候 各位观众朋友 您知道这个六代机 其实也就是十年后 就准备问世的时候了 而很有可能会在过几年的时候 它的原型机就已经开始出来了 对 因为原型机出来 开始做各种测试 也要很多年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 歼20它测试多少年 后来到六架 对 对 到各种不同的 黄皮机 对不对 黄皮机六架 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演练 那个测试到 它完全成熟 都经了其考验了以后 才开始进入量产 是的 那您觉得很有可能 在五年左右 这个黄皮机 第六代机的黄皮机就出来了 OK 所以就是赖尔斯意思就是说 最快有可能五年之内 你就会看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六代机 原型机 原型机出来了 就出来了 不像你美观说 哎呀发动机不行 至少再等20年了 你怎么知道中国的发动机 不会突破 对啊 你怎么知道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 涡膳15呢 就已经装上了中国星 上了歼20 所以 比你的F25 对 F22跟F35速度还快 对啊 所以就已经弯道超车 然后你还好意思说 中国大陆这个发动机不行 是你的罩门 是罩门 是曾经的罩门 现在早就已经突破了好吗 那更别说中国大陆最近 也已经怎么样了 看到了 就是双座版的歼20 歼20我们现在这个双座版 看到还是黄皮机 所以它即将也可能变成了 刷新了这个灰色的嘛 双座版很重要 很厉害 双座版就变成空中指挥机 对 空中了机 指挥空中了机 因为 一个在前面驾驶作战 另外一个根据它所收集的战场情报 是 再加上空中预警机 然后它透过后面的那一位 电站机的驾驶 它把所有的数据 跟其他的聊机分享 这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当时 歼20从单座要走向双座 就是因为它的作战的性能要改变嘛 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 那现在已经看到 这个 原型机已经出来了 是 那就代表什么 已经进入量产不远了 对啊 所以呢你不用呢 这个低估中国人的智慧 我们是比较谦虚啦 那这个出来的话 真的是会吓死你的 所以那美国当然有提到说 中国大陆 六代机会有两种模式 载人行跟无人行 没错啊 有可能是指挥中全了机 这一段 是感觉你判断是正确的啦 好另外再来看到是说什么呢 那个中国大陆现在强大了 所以不敢跟 那个美国不敢跟中国大陆真的 正面硬钢 所以你发现说 美国啊 这个航母 在菲律宾最需要的时候 他也跑了雷根号 罗斯福号 在最需要的时候呢 通通都不在菲律宾旁边 其实6月13号的时候 他本来一开始前面 6月13号以前呢 他还在南海 6月13号就从巴士海峡离开了 你看他已经到哪里了呢 到了南韩 要参加 釜山嘛 要参加演习嘛 所以呢他早就呢 没有靠在菲律宾那边 那你菲律宾你要好思考一下 菲律宾呢现在有几个问题 小马可是你真的惨了 为什么呢 杜特帝说 我们啊父子总共有三个杜特帝 我们要参选议员 所以呢日本媒体就说 只要有一个人胜出 都会威胁到马可是的正确 更别说呢19号的时候 沙拉杜特帝早就已经辞去了 教育部长跟反叛乱工作组的 副主席的职务 我觉得杜特帝家族跟 这个小马可是家族彻底的决裂了 对 之前 因为菲律宾跟我们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 菲律宾是外壳是民主 就是选举外壳 外壳 这真的是外壳 相信我 然后 但是菲律宾是一百多个家族 它就像一个封建主一样 每一个家族控制一块领地这样 所以旅宋岛就有好几个十几二十个家族 控制 然后到这个绵兰劳岛也都是好几个家族 那其中有比较大的家族 像这个杜特帝就是属于比较大的家族 明达纳尔 对明达纳尔 或者是像阿奎诺 阿玉诺他们的家族 或者是像小马可是这个家族 其实马可是这个家族 后来有点衰败 然后是美国人把小马可是 从夏威夷送回来 然后他扶持了一个傀儡 那这个小马可是他就欺骗了 这个杜特帝 因为小马可是擅长欺骗 他就欺骗杜特帝 就说要跟他结合 那跟他结合 他会延续杜特帝的政策走 然后延续杜特帝的外交政策 那杜特帝知道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对于菲律宾是好的 对于南方的这个经济发展是好的 所以就跟他结盟了 那不然的话他女儿那时候要出来选 他民调还比那个小马可是高 高 所以理论上讲本来是不应该 他女儿让给小马可是的 那我觉得他被骗了 被骗了以后呢 小马可是现在他 杜特帝已经彻底知道 说他们被骗了 所以他们就决裂了 决裂了以后你想想看 杜特帝他就摆明了 他这个家族要自己出来了 那现在的 因为他们开始担心 小马可是走他爸爸的路 要搞独裁 要修宪 那就在美国的支持下 然后要在菲律宾去搞修宪 把自己变成这个独裁 专制终身制这样子 但是问题就在 我觉得小马可是的这个梦想 不可能实现 因为一百多个其他的家族 他们不会同意的 是的 他们不可能 让一个小马可是的家族 因为他们知道 连任两次以上 十年 还是十二年吧 一年五年 他就有可能 培养成为最大的家族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连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就是一任 是 所以呢小马可是你看到 被美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没有站在你这边 然后呢最近 你看到这个 碰瓷了嘛 17号的事情 碰瓷了 结果呢小马可是说什么呢 哎呀我们又没有煽动战争 也称赞了菲律宾军人 但是也说要跟中国大陆 希望能够好好抬 然后呢最近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很怂啊 因为菲律宾这个特种兵 点赞歌最近出席了 听证会 结果就描述呢 仁爱昭战斗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被发现说 菲律宾你真的 被中国大陆海警船打趴了啦 然后呢你就发现说 现在你真的不安好心 比如说美国还可能把 垂直起降F35B放到哪里 放到中叶岛吗 随时要应对中国大陆 在南海的威胁 这个我比较保留 美国如果真的把F35 部署到中叶岛的话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 不可能容许 不得了 因为中叶岛是中国的 不是菲律宾的 这你抢走的 如果你美国把你的这个战争武器 放在一个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我觉得不排除 会把中叶岛收回来 所以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071 中国的两栖登陆舰 还有075 还有075 都在南海 而且靠近中叶岛的地方 举行演练 其实这个都有夺岛的演练在里面 也就是说必要的时候 如果你菲律宾一直往这个仁爱交走 中国大陆也可能 会把整个中叶岛就收回来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是菲律宾他们故意释放出来的 假讯息 OK 因为美国如果进入了 有争议的区域的话 这个对美国来讲 是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 对 赖老师已经说了 在第一岛链 什么第一岛链 早就没有第一岛链 因为中国大陆是碾压美国的 尤其是来看到说 菲律宾你有多大底气 美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也不在你旁边 但是很会表态 比如说助理国务卿康达 不是访问越南 就是我们坚定支持你 落实这个 不管跟越南的关系 还有跟你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 但是越南没有中计 越南最近可以看到 李强跟总理范明正进行的对话 然后双方要好好的 管经济的这一块 然后要落实一带一路 还有两廊一圈 然后最近就可以看到说什么 他其实也希望 你们好好谈一谈 就是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好好谈一谈 我想问一下赖老师 你怎么看越南 越南这个国家 因为左右摇摆不定 就是有的时候 好像跟中国大陆 比较友善 亲善 有的时候又亲美 然后就对中国大陆很不礼貌 很不友善 那现在的越南经济 面临大的困境 越南的基础建设 严重的滞后 然后铁路建设 发展不起来 然后公路还有港口 机场都不行 电力也不够 所以他的经济的发展 已经陷入了瓶颈 他怎么办 美国口惠而死不治 然后美国的企业 也都是看了一看 说你的基础设施那么差 我半导体需要大量的水 需要大量的电 还要有非常好的港琴作业 空琴作业 你都不具备 对 所以他们这些公司的CEO 虽然跟了拜登 去了越南一趟 但是发觉这个地方不好投资 所以都不去投资 所以现在越南有一点问题了 越南现在又回过头找中国 我觉得中国大陆 一直把越南当成兄弟 可是这个越南这个国家 对中国大陆来讲 有点像义兄 或是义弟义友这样 或是义敌 有的时候变成敌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中国大陆对于越南来说 会比较谨慎 那么在长期的投资 因为我们知道 基础建设的投资 都是很长期的 一定会比较保守一点 会比较谨慎一点 以越南这样不可靠的国家来说 我倒认为大陆是会谨慎一点 对 賴老师讲得很保守 因为之前越南 针对要不要中国大陆 帮他盖铁路也是摇摆不定 最近我们就发现说 他们有派官员去了中国大陆 希望能够终合他 帮他搞基建的问题 但是賴老师说 要再想一下 想更深一点点 另外再来看到说 中国大陆海警现在真的乏危了 山海都不会让你 美国在那边渔去渔求 从东海 台海到南海的这一块 台海的部分 可以看到25号的时候 福建海警 对于在金门附近的海域 进行了常态性的直发 而且还用台语进行 闽南语进行的广播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什么呢 其实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之前不是有渔民拍到094的潜艇吗 然后呢最近又说 有6月20号拍到了 这个052C飞弹驱逐舰 来到了台湾附近 而且是在中线这个附近 我基本上来讲是这样的 因为大陆对于南海都知道 背后是美国 所以大陆在南海的态度 是一直在升高 然后这个反制的力量 维权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大 其实菲律宾的压力很大 因为中国大陆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而且一打就要用绝对的优势 你看这一次就是用绝对的警力 跟军力压着你菲律宾 其实也是压着你美国 然后美国 日本 加拿大 菲律宾 嘴巴闭得紧紧的四艘战舰 什么都不敢干 因为中国大陆摆出来的 而且不是摆出来 是准备随时可以打 动武的力量比你还要强大 还要强大 这叫做什么 战略藐视敌人 战术重视敌人 所以在战术上 那么都是要 站在绝对的优势 那对于台独呢也是一样 对台独你看在金门中 这次进入到五六海底左右 然后这个海警船这么大 台湾的海警船这么小 这么小的船说要把人家赶走 这有时候是觉得有点笑话 然后日本那边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四艘海警船进去 就把日本的渔船就赶走了 我想这个态势都是很明白 也就是说你们要来闹事 中国大陆基本上 你来闹看看 闹一次就挡一次 闹一次就打一次 我觉得这个对于闹事的 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走不久的 对 中国大陆 冲返了海旋大国 所以美国真的能够挺到什么呢 其实还是说叫你往前冲 但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却是往后退呢 我们发现说美国的兵力 不断要撤到关岛去了 所以在第一岛链 要无人机 无人站挺 这个能够改变台海的局势吗 也是非常大的问号 那中国大陆反而 094白天让你看到 还有62C也让渔民看到 当然是瞄准美国嘛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各种 burned 位置 厉害 和味� b